这里是海鸡翅房菜,我是海帅 家里的辣椒酱吃完了,准备再做一些 这个辣椒酱在我们家就没有断过 配方是我爸的舅舅,也就是我的舅爷给我爸的 味道非常的好 我刚毕业那会儿,不想去自己家店里上班 也不想出去给别人打工 就自己在家里做辣椒酱喝一些零食 在朋友圈里售卖 朋友们也比较信任我 一天最少能卖出去三四十瓶辣椒酱 再加上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零食什么的 一个月输入也有一万多块钱 之后自己家店里生意比较忙 最后还是去自己家店里上班了 就没有再卖这些东西 这次做的这一盆辣椒酱 朋友们基本上都预定的差不多了 自己也就没有剩多少 这个辣椒酱的做法成本比较高 但是味道非常好 非常适合自己在家做着吃 下面我就把蜜汁辣椒酱的配方分享给网友们 就当是给网友们的福利吧 如果看完视频觉得对你有所帮助 别忘了给我点赞关注 好了 下面我们就开始制作 首先我们把买来的小米辣洗干净 一定要多清洗几遍 我们菜市场的小米辣 有五块钱 七块钱和十块钱一斤的 我买的是十块钱一斤的 这种看起来最新鲜 洗干净的小米辣 我们把辣椒地给掐掉 去地厚的小米辣 我们把它平布在干净的盘子上 自然晾干 小米辣自然晾干后 我们把小米辣简单地切几下 切成段 一会儿方便用机器打碎 把切断的小米辣放入到打碎机中 打得碎一些 然后到处备用 下面我们就开始调制 核心的腌料部分 以两斤半的小米辣为例 放入白砂糖100克 食用盐150克 味精30克 红葡萄酒125克 刷好的芝麻香油250克 香油要用比较好的 我这个香油批发价还要30块钱一斤 把盆中所有的调料都搅拌均匀 然后倒入到辣椒中 再把辣椒和调料都搅拌均匀 再准备一些去皮的属花生 我用的是兴盛德的 用蒜臼把花生捣碎 一定要把蒜臼刷干净 不要有蒜味 花生也不要捣得太碎了 不然吃的时候就找不到花生了 放入花生的多少根据个人的喜好 喜欢就多放一点 不喜欢吃就少放一些 但是不能不放 花生最后腌制出来味道也是非常的好 把捣碎的花生倒入到辣椒中 这盆辣椒酱我用了325克的花生 最后把花生和辣椒酱一起搅拌均匀 蜜汁辣椒酱就做好了 这个辣椒酱非常的百搭 吃面条米线米粉的时候都可以放一些 我还会用这个辣椒酱拌饭吃 我们这儿的热馒头或者热烧饼 搭配这个辣椒酱一起更是绝配 把做好的辣椒酱装到瓶子里 放到冰箱中冷藏保存 可以吃一个月 大家学会了没有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有什么想吃的菜也可以私信给我 我给你们做 这里是海基四方菜 我是海帅 我们下期再见